癌细胞最爱吃糖 权威研究 癌细胞更爱蛋白质 颠覆认知 刘大妈的邻居 因为癌症住院了 因为两家平时关系很好 所以刘大妈找了个周末去探望邻居 看到邻居躺在床上苍白无力的样子 刘大妈内心一阵心酸 聊起来才知道 原来邻居得了肝癌 现在已经到了晚期 只能通过化疗来治疗 刘大妈先劝导了一下邻居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 邻居跟刘大妈说 听别人说癌细胞最喜欢吃糖了 自己这样已经是没办法了 但是刘大妈还年轻 千万要注意身体 少吃点糖 听了邻居的话 刘大妈下了决定 不仅是自己 家里所有人都要禁止一切高糖食物 回到家之后 刘大妈开始付诸行动 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米饭里面糖含量会比黑米高 于是大手一挥 把大米换成了黑米 还有奶茶 冰淇淋 高糖的水果 素食的豆沙包 馒头等 也统统被刘大妈列为 禁止在家中吃的食物 不仅如此 刘大妈还把肉 也列为了危险食物 虽然肉里面没有糖 但是肉里面脂肪和热量高呀 所以刘大妈决定 家里一周最多只吃一次肉 一系列措施下来 刘大妈家里人苦不堪言 但迫于刘大妈的压力 还是忍了下来 刘大妈本以为在禁糖措施的帮助下 家里人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却没想到 几个月之后 家里人全都瘦了 刘大妈的孙子 今年八岁 在禁糖措施的影响下 更是病倒了 刘大妈家里人很住急 赶忙把孙子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发现 刘大妈孙子是因为营养不良才病倒的 刘大妈很疑惑 自己这孙子一日三餐都吃的呀 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医生详细地问了刘大妈孙子的每日饮食之后 斥责刘大妈等人 简直就是胡闹 孙子年纪这么小 才八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每天都吃素呢 糖不让补充 一点肉都不吃 这不病倒得起了怪了 刘大妈觉得很疑惑 问医生 不是说癌细胞都喜欢糖吗 所以为了家里人身体健康 自己这才让家里人进糖进肉的 的确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 糖是很可怕的东西 因为糖能提供人体的能量 但是糖吃多了会让人的糖尿病等疾病 而且正常的细胞 癌细胞的生长也都是需要糖的 但是如果跟刘大妈一样 想要通过抗糖来抗癌 那可就想的太简单了 首先 我们来分析一下癌细胞最爱吃糖 这是真的吗 一 癌细胞最爱吃糖 这是真的吗 医生表示 这不是真的 癌细胞只是需要糖而已 而且并不是什么糖都是癌细胞需要的 癌细胞需要的是葡萄糖 糖进入到人体之后 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 癌细胞会利用葡萄糖给自己提供能量 从而帮助自己生长和繁殖 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会问 既然癌细胞需要糖才能生长 那么控制糖的摄入 不就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吗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需要注意 糖不仅是癌细胞的生长来源 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来源之一 要是一点糖都不摄入 癌细胞可能还没完蛋 我们人体先完蛋了 癌症患者平时需要控制糖的摄入 但是也不能一点糖都不摄入 只要好好控制好量 那么对于身体来说 影响是不会那么大的 而且相比糖来说 癌细胞最喜欢的其实是蛋白质 二 权威研究 癌细胞更爱蛋白质 颠覆认知 2021年4月 知名权威国际期刊自然曾经发表过一篇研究 这个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老鼠 它们先让老鼠身上长出的肿瘤提取出来 然后再分成一个个细胞 再将这些细胞进行分类 分离完成之后 研究人员对这些细胞进行了平均耗糖量测试 结果发现 肿瘤内部的免疫细胞所消耗的糖分会比肿瘤细胞更多 也就意味住 肿瘤内部的免疫细胞跟肿瘤细胞相比 会更喜欢吃糖 而肿瘤细胞则更喜欢吃蛋白质 所以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要想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 癌症患者最应该做的 是控制蛋白质的摄入 而不是糖分的摄入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癌症患者更需要控制蛋白质的摄入 但是这也不意味住对糖分就不需要控制了 吃糖太多 有可能会导致高血糖的发生 所以还是不建议多吃糖 每天适量即可 而且吃糖太多会造成脂肪堆积 过多的脂肪会刺激雌激素分泌 雌激素分泌过多之后 乳腺组织对雌激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 这样有可能会加大患乳腺癌的概率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癌细胞更喜欢蛋白质 那么我们只要不摄入蛋白质 是不是就有可能让癌细胞死亡呢 医生表示 这种做法是做不到的 首先 癌症患者在手术或者是化疗之后之后 整个人会非常的疲惫 状态也不好 甚至还会出现养养不良的情况 这个时候要想保证患者身体健康 就必须摄入大量的蛋白质 如果完全不摄入蛋白质 有可能会导致多种后遗症 比如说以下几种 一 放大化疗或者是手术的副作用 化疗或者是做完手术之后 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而且这个时候患者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 如果得不到营养补充 就会加大副作用的程度 二 伤口恢复变慢 蛋白质可以帮助伤口恢复 如果缺乏蛋白质 伤口的恢复速度将会变慢 如果伤口一直不恢复 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炎症感染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三 免疫力下降 化疗后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蛋白质 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免疫力下降 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四肝损伤肝脏合成功能需要蛋白质帮忙协调 如果在化疗之后蛋白质含量不够 就有可能导致肝脏出现损伤 所以说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 成年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讲究 只要适当吃肉就能好好补充蛋白质 但是对于老年人和儿童来说 补充蛋白质可是有讲究的 三老年人和儿童应该怎样补充蛋白质 一老年人蛋白质补充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跟成年人相比 贿弱很多 所以老年人蛋白质的补充方法很简单 就两点 一是量要够 二是做法要温和 普通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 约为1.2克每公斤体重 也就是说 体重60千克的老人 每天需要补充的蛋白质是72克左右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决定 其中优质蛋白如鱼蛋奶等的比例不低于二分之一 但最好也不要超过二分之一 很多人在做肉的时候都喜欢炒或者是炸 这样味道会更好 更香 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 烹饪方法最好是温和一些 不要过于上火和油腻 尽量选择炖 煮 蒸 闷等烹饪方法 这样会更加温和 如果老年人的牙齿不好 就尽量把肉炖烂 然后再给老人吃 二 儿童蛋白质补充 儿童蛋白质补充是需要分年龄段的 每个年龄段不一样 蛋白质补充量也不一样 一岁以内的婴儿蛋白质最好的来源是母乳 所以这部分只需要孕妈好好补充蛋白质即可 随住年龄的增长 一岁之后的儿童 每天可以摄入500毫升左右的奶粉 就能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家里人也可以适当地给这些儿童吃一些鸡蛋 每天一个即可 不宜过多 喂鸡蛋的时候 要记得弄小块 不然有可能让宝宝耿住 酿成大货 两岁之后的儿童每天摄入300到400米L的牛奶即可 有些儿童比较挑食 只喜欢吃零食 不喜欢吃饭 家里如果是老人带小孩的 会对小孩异常宠爱 小孩不吃 爷爷奶奶就不会逼住他们吃 但长期不吃蛋白质 只吃零食的话 很有可能导致宝宝发育不良 所以对于这部分儿童 爸爸妈妈要仔细教导 然后每天让他们吃够足够的蛋白质 家里有溺爱小孩的长辈 也要跟长辈讲清楚其中的危害 不能一个劲地纵容小孩 除了肉 鸡蛋和牛奶中含有蛋白质之外 还有豆类食品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但相对于前者来说 豆类食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建议如果儿童兑肉 蛋奶不会过敏的话 还是吃这几种食物补充蛋白质比较好 蛋白质虽然是癌细胞需要的物质 但也同样是我们人体需要的物质 所以千万不要控制蛋白质的摄入 蛋白质无论是摄入过多还是过少 都会对身体带来伤害 所以一定要控制好量 糖分并不是癌细胞喜欢的物质 但是摄入过多的糖分 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所以适当摄入糖分即可 千万不要跟刘大妈一样 一点糖分都不摄入 这样反而有可能起到反效果作用 这样子的话 我们终于看了 然后再看了